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闲集彰化等次 希望借此活动弘扬彰化书法艺术 并提早感受浓浓的年味 共同迎新春除旧税 我们知道新的一年 农历的春节即将到来 我们华人的传统的系组 就是要把新桃换旧服 也就是说大家在农历过年的时候 要来张篇新的春联 新的门年 能够为新的一年带来新的气象 带来新的喜气 能为新的一年带来吉祥福音 目前我们学会总人数是137位 今天跟县府的莫保小组合作 我们派出六位青鹰来共襄盛取 那今天总共要送出 大概是350左右的春联给各位民众 卓县长表示 新的一年即将到来 今日共邀集县府莫保小组 洪文黎等校长 与张化县游易雅籍书学会理事长 赖展昌等共20位书法名家 现场辉豪书写春联 免费提供民众与同仁 新桃换旧府 让乡亲们能以象征习气吉祥的 高品质春联 将马年好运势全数招进福气绵延 公益频道张华允张化采访报导